我们这支影片之前还有两支影片 第一支影片使用了MDBOOK 这个指令把Markdown的文字格式产生成电子书的网页格式 在第二支影片里面再把网页部署到GithubPages 里面让它变成是一个可以免费使用的一个个人的网站 在这支影片里面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叫做NetLiFi 它可以更方便的让我们也能够部署 我们之前使用MDBOOK产生出来的这些静态的网页 以下就是它的操作的整个步骤 首先我们要先登入Github的网站 因为不管是GithubPages或者是这个NetLiFi 它都是透过Github的储存库来当作是我们网页的档案的来源 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呢 一样要登入到Github的网站里面来 那登入进来网站以后呢 接着我们就可以执行这个第二个步骤 就是再用我们的Github的这个账号呢 来连结NetLiFi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它的网址就是 Apple.NetLiFi.com 也就是我们目前荧幕上看到的这个画面 然后在这个画面里面呢 我们就点击这个Github这个按钮 当然你自己另外去建立一个账号也是可以啦 那因为我们就是直接从Github这边来做连结嘛 所以我们就直接使用这个Github的账号 那登入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产生我们要用的这个网站了 第一个呢 你可以跟那个GithubPages一样 使用这个NewSiteFromGit 就是去选择我们在Github上面的某个储存库 然后这个储存库里面呢 要有静态的网页 尤其要有一个index.html 那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我们网页的一个网站 那另外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是 你只要从档案总管里面 把你的资料夹整个 把我们那个Book的资料夹 拖拉到这个区域里面来 它就会自动就形成了网页了 比如说 我们就把我们这个Book这个资料夹 把它拖拉到这个区域里面来 然后再放开 它就会自动把我们Book 那个资料夹整个上传到 NetLiFi这个网站里面来 同时在这边 它就自动帮我们产生了一个 随机的挡名的一个网址出来 那我们接着就是来这个SiteSettings 然后在这个下面 把这个再点击这个Change SiteName 因为这个名称没有什么意义 不好记忆嘛 我们就把它改成是我们自己可以记忆的名称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MDBook 然后我的另外的网站的名称 建立成一个有意义的名称 然后再储存起来 那可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点击它 这个就是它已经帮我们产生好的网页了 所以在这个网站 就是我们自己已经做好的 静态网页的一个功能了 那除了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 我们再点击这个这个连结 你可以再拖第二个第三个 静态的网页进来 它都会形成独立的一个网站 所以这个 那个LiFi 其实是会比那个GitHub Pages来的方便 因为GitHub Pages 它就是固定 只会有一个网站 而且是跟你帐号绑定在一起的那个网站 这个LiFi就没有限制 你可以自己建立很多不同的网站 然后甚至于我们在这个网站里面 如果你有购买那个网域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Domain Settings里面 自己来把它的这个网域 换成是你自己购买的那个网域 那这样子就变成你个人的部落格 或是你个人的网站的一个空间 所以这个NetLiFi 其实是比GitHub的Pages 还来的更方便 那今天就是介绍另外一个部署的一个网站 NetLiFi 好,那以上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